請我請我請我 應該是可以了吧 那不是應該交往水就先清清了嗎 來的要試過耶 我還沒有衝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黑男 我是瑟斯 知道是我們現在正哪裡呢 我們現在在Ultra 喜歡聽電音嗎 還不錯喔 那還沒有機會聽 我等一下要趕快去聽 那我們今天來Ultra 其實是要問Ultra的美女 交往多久可以清水 知道是覺得多久 就大概一個月吧 嗯 有點久耶 一些預句還音 沒有在開玩笑 明明很想清 有口水然後 不然 這樣終於清到就會覺得很開心 喔 終於清到了 有一種就是很難得的感覺啦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Ultra的美女 Let's go 我可以立刻耶 立刻嗎 對啊 應該是聊一小時 我怎麼聊一小時 就有病時期了 對對對 就是計算一下 兩個小時就到了 應該是可以了吧 多久可以接吻 對啊 我喜歡她的時候就可以接吻 你覺得真的在一起多久 才可以跟男朋友親親 在一起多久跟男朋友親親親 那不是應該交往前就先親親了嗎 那是交往前的啦 在一起前先親親了 一天嗎 可是一天 感覺的人就可以了 還沒交往的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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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感覺 看感覺 那是一個很重感覺的人 對 我大概要再一個月子 怎麼那麼久 她過程脫情咧 不行 我會說 我還沒有充滿 你會騙她說你出門還在 我出門還在 我出門還在 我一個月嗎 一個月OK 差不多吧 三個月她只去看 我覺得她試過耶 沒有啦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第一天就可以 第一天就可以 前一天啦 在一起前一天啦 先玩之後在一起 有道理 文技很差 你還會繼續跟她教我 看訓練 接吻訓練師 提早訓練 沒有啦 總算交往第一次的 晚上的感覺就是可以 啊你呢 我 對 確實啊 不用交往 就可以了 多久 還可以跟男朋友親 我跟你說 我沒有男朋友很久了 對 對 那個下一個妹妹可以跟她嗎 下一個 你跟男朋友這樣很多久陪親戚 我沒有男朋友 以前嘛 如果有感覺幾天就陪 就是要看時機跟場合 要看氣氛啦 對 要看氣氛吧 順其自然吧 順其自然 兩個小時 沒有沒有 大概 兩小時到了可以了 來吧 大概幾天 可能 觀察一下那個一個禮拜吧 上場 沒有 在一起嘛 那個結尾 知道嗎 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起就先親再說 可以吧 現在大家都這麼開放 還好 還好 親親都不會懷孕 親親都不會懷孕 缺人在一起就可以了 缺人在一起就可以了 今天訪問完畢人 大家都說 當天 當天就可以 沒錯 那你呢 你覺得咧 我覺得 應該是告白完吧 告白完就沒有親 不然告白完要幹嘛呢 不親親幹嘛 很無聊 要找事情做啊 好 不知道大家都什麼時候 親親喔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我是黑男 我是總之 我們下次見 掰掰